内部也有一些不同的杂音 包括像是立委李庆华要求提建核四 黄昭顺也表示要支持停建 包括像是林玉芳 詹凯成 他们也提出了折中方案 说核四盖完之后能够先封存 而蔡振元还是主张要跳过河安 直接通头诉诸民意 国民党团大会外 李庆华对准马江两人直接开跑 话说得直接 眼见马江对核四公投态度强硬 党籍立委忧心忡忡意见分歧 党中央紧急召开党团大会商讨对策 由行政院长江以化作证 我公投题目的基本概念说 你是否赞成核四运转 就是很正面的议题 党委纷纷表态 林庆华黄昭顺直接抛出停建核四 林玉芳 张凯成端出折中板先盖完再说 蔡振元喊出跳过河安直接公投 江慧珍 苏清权要求降低公投门槛 国民党立委好焦虑 提出一堆方案替政府拆核弹 所以把核四把它盖完 因为剩下一点点就盖完了嘛 盖完通过安检 然后就把它封存起来 核四完工通过安检后 那不放置燃料棒不运转 日后核四是否运转 必须经过公投决定 三小时大会定调 不直接停建 但承诺公投运转前不放燃料棒 态度稍稍软化 但与林毅雄和民进党诉求都有差距 争议再回到国会论战 赛利新闻综合报道